5月24日上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在湖南长沙举行 千里之外的海南三亚,在袁隆平耕与了半个世纪的南凡田边 自发前来悼念的民众络绎不绝 位于三亚师部农场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南基地 枣造水稻已经收割 人们不断送来黄白菊花蔓延到马路边 更有民众带来椰子、菠萝、槟榔、稻穗等祭奠缅怀袁隆平 在鲜花中的一封封卡片正述说着民众对袁隆平的思念 在三亚读大学的廖文青带着自己的画作专程前来悼念 廖文青未曾见过袁隆平 但觉得袁隆平爷爷距离自己很远又很近 从小的时候课堂上就学他 就觉得他离我很近又觉得他离我很远 然后就是就很庆幸自己在三亚嘛 然后这个土地曾经也是袁隆平爷爷走过的地方 然后他工作的地方 他留下汗水的地方 然后我就很庆幸来到这里 然后离他更近一点 然后以后我也如果我成为老师的话 我也能够更感同身受的向我的学生传递 袁隆平爷爷还有中国其他一些伟大的人物的一些精神 在三亚游玩的湖南游客罗先生一家临时改变行程 买来鲜花专程前来悼念袁隆平 我们本来在行程说是去坐游艇出去玩的 然后我们现在回不了厂商嘛 然后想着在这边纪念一下 前来悼念袁隆平的三亚市南凡科学技术研究院 研究员陈冠明回忆起袁隆平的音容 不禁感叹 与袁老师共事交流 就像与邻居家的爷爷自己的长辈一样 很和蔼 很亲切 因为那个袁老师呢是我们行业的态度 我们实际上我们年轻人在河南街区的时候 心情是很忐忑的 就是很紧张的 有一次呢 我跟他在一起聊天 他当时问你哪里人啊 我说我是安庆人 他立马就说 他的姑父在安庆 所以一下子拉近了那个那种距离 也让我们那个没那么紧张 一想立马就放松下来了 而且他会说安庆的一些人文风貌啊 然后会讲到在安庆的一些学道实验 就一下子就是 将人与人之间距离拉得很近 就是和袁老师在一起交谈 在一起工作 我们的感觉就是 我们邻居家的爷爷 甚至自己的爷爷 甚至我们自己的长辈 就邻居离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